沒有聊四季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西班牙人對上孟加拉人 那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 那今天四季帝國已經來全面大改版了 所以現在所有的文明都會出現軟甲科技 但是有一些部分的文明是不能使用的 但是一樣 你可以在所有文明的科技術裡面 看到板甲科技這個技術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斯拉夫人還有條盾人 用起來這個軟甲技術應該是不錯的 再來就是寶嘉莉亞 因為寶嘉莉亞雖然沒法升到劍勇 但是有這個民兵系的免費升級 所以可以考慮打一個什麼直層速步冰爆之類的打法 然後再加上軟甲 抗TC的劍持傷害比較低一點 那讓他直接拆TC的速度會更快一點 或是直接秒殺對手 好 孟嘉莉亞人的話可能可以考慮 有這種新打法的出現 好 那我們講的這些是改版的一個小小的新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怎麼打吧 好 那西班牙在這次改版 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每研發一個科技 會立刻獲得20黃金 但那時候大家是猜測說 可能是經濟科技不會有啊 或者是什麼 像是模仿啊 或者是挖礦技術 無聊旺技術這些科技不會有 加20黃金喔 那我們這場就來看一下到底 伐木技術研發之後會不會增加這20黃金喔 那我覺得這個能力聽起來好像沒有特別好 但你們要仔細想想 西班牙這個文明喔 本身研發冰工廠裡面的科技是不需要黃金的 這就意味著你去研發冰工廠的科技 然後他還會退水給你 就好像你去打什麼德州撲克一樣 他還會退黃金給你 呵呵 這 豈不是鑽爛了嗎 對不對 那西班牙這個能力我覺得雖然不是非常的關鍵喔 但是可以讓西班牙的經濟喔 補得再更好一點 像我們正常的玩家喔都知道 這個西班牙的經濟喔其實並沒有那麼好 他唯一的前期的經濟優勢喔 就是蓋建築物速度比較快喔 那省下來的時間喔可以多挖資源喔 那就是他前期的唯一的經濟優勢喔 那後期的西班牙人呢 他的這個西班牙征服者喔 這次有弱化掉了 西戰的遠防已經少一了喔 所以你可以拿劍 拿這個奴兵阿 或者是戰矛兵喔 或是用TC成矛去射他喔 傷會都會蠻痛的 不像的錢喔 雙防都是惡跟騎士沒什麼兩樣喔 硬到炸裂那種 那西班牙人呢 這次有強化他的招想的科技路線喔 森綠的招想的射程可以多加一喔 這次也確實比較符合 這個西班牙人的傳教士的感覺喔 到處傳教喔 射程越來越遠 那我覺得西班牙這次感到的是 令我比較滿意的一個文明喔 那再來就是西班牙的霸權喔 再配上這個冰公蟬喔 那個城堡科技的一個能力喔 打衝車會有外傷害喔 這個也是對西班牙來說是一個不錯的加成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孟家人 孟家人的話最大的特色喔 是這個村民的數量喔 可以在帝王時代的時候研發精冠喔 大聖佛戰研發完之後 會減少10%的村民的佔用數量喔 假如你100村裡面 就會直接減少10%嘛 那實際上你雖然有100村 但是只佔用人口90而已 那多出來的死人口 你就可以多出一些僧侶阿 或大象之類的喔 對整體的戰士來說 跟經濟都是不錯的喔 那再來就是這次改版喔 孟家人喔 最大的一個改動喔 就是僧侶呢 也會吃到大聖佛教的這個能力喔 那我們在改版之前喔 就有提到說 相公喔 可以搭配一些僧侶在後面補血 那大聖佛教這個能力 也可以吃到僧侶的話 僧侶就其實可以不用那麼擔心 佔到人口的問題喔 可以多安一點沒有關係啦 那這個是我之前改版簡 大家有在仔細看我的影片的話 我就會提到了 但是沒想到呢 這個能力喔 說不定真的會變成主流打法喔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孟家人這次的打法吧 那目前兩邊喔 都已經點下了封建十代喔 那我們稍微來講一下地圖 好啦 地圖稍微講一下 那ACCM這邊的圖呢 一開始比較慘的喔 果子在前方 而且不好為喔 而且這裡就是高地喔 那ACCM有一個細節喔 他這邊把房子蓋在這個高地喔 最主要的用途喔 就是要讓對方喔 沒辦法站到最高的高地喔 他只能蓋在這個斜坡喔 走到這個斜坡走高地而已 那如果他蓋在這個位置的話喔 敵人勢必會在這個小小的斜坡上喔 做射擊 或是射不到對手 或是射不到他 或是射不到他 這樣子喔 防守來說就比較好一點 那如果大家會要尾的話 這裡也是盡量往下圍這邊喔 當然也是要往這邊尾是可以啦 但是會相對力的濕一點喔 所以在前期的圍架的時候 你要特別去注意一下這個地形 目前目前的地形來說 是比較偏爛一點的 但是金在後面啦 這件事情算是不錯的喔 這個是OK的 城堡時代的時候喔 ACCM可能會過得比較好一點 那西班的這邊喔 果子也是在前面喔 也比較難受一些 那金礦的部分喔 是在後方喔 這個就相對很安全喔 完全就是在你的領地範圍內喔 非常安心 基本上只要維持喔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喔 那地圖方面 我覺得西班人這邊是 比ACCM好上一點喔 好 呃 但是 西班人這邊有個問題喔 他的墓區只有這一處喔 跟後面這裡 這兩處吃完就沒有安全的墓區了 好 這邊直接升裝甲 三隻裝甲直接撞TC 送掉 好 前期的 快攻 沒了 呵呵呵 不用看了 這個西班人有點辣茶 辣辣辣茶 好 一升到封建時代喔 欸 這邊是不是有 退黃金給他啊 欸 好像有欸 欸 有喔 也很怕這個 獸跟技術跟雙面斧喔 直接給他40黃金 好 讓他直接升這個 裝甲步兵喔 不用去挖黃金喔 就可以直接升了 欸 這個是細節喔 哇 結果這個裝甲步兵 直接送掉了 有點可惜喔 好 呃 確定喔 這樣就是西班人喔 不管是研發什麼科技 都會有 這個20黃金的回饋喔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效果 好 這邊開始挖黃金 這邊毛病沒有繼續按喔 紅兵也是 這邊西班人看起來是要直層喔 但孟加拉也是喔 孟加拉這邊直層直接上城堡斯彈 營工廠也補下了 欸 這邊可能是要打一個 呃 工兵路線啦 這邊工兵其實蠻多的 好 我們稍微到城堡斯彈 把速度變回來正常一點 這邊工兵要變身了 好 奴兵變好 後面直接補下TC 好 三TC要直接補嗎 但他這裡沒有挖石頭喔 他在點城堡斯彈中間沒有挖石頭 這就有點微妙了 通常你身為一個西班人的玩家喔 你第一時間應該是要趕快去把你的西增給點出來喔 才可以讓你大幅強化你的戰力喔 那這裡也沒有第一時間點喔 我在想他是不是顧慮到對手是一個工兵開酒 畢竟這現在西增被削弱的關係 遠防很爛的阿 那這邊用戰毛去擋一下會比較好 那自己把自己的經濟開出來 3TC補下 好 然後再慢慢轉出西增喔 確實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所以你打戰毛的話對方就會出騎士嘛 那對方騎士出力多之後 你戰毛也可以直接退回家 然後等西增出來 西增就可以count對方騎士喔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再來就是西班人喔 也可以直接轉這個戰毛生驴打法 也是相當不錯的 但是現在對方是輕騎兵路線喔 所以現在出生驴的話會有點危險喔 而且工兵也會很容易射掉自己的生驴 所以在生驴這個時間點喔 可下可不下喔 但是你被壓制的情況下喔 盡量是別下喔 那你可以考慮喔 把這個黃金喔 拿去買這個肉啊 或是木頭 趕快開出農田喔 或轉出這個輪軸技術喔 趕快買點肉跟木頭 去補下二級農二級木喔 然後3TC 農田趕快散 經濟先爆起來 有低東城堡之後 再去想辦法 去反擊對手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我覺得西班牙的話 也現在是可以偏向這個打法 不然他現在這麼多人挖黃金 結果現在出什麼黃金兵種 效果可能都不太好 除了這個西貞跟騎士以外 但這裡沒有打馬舅 馬舅居然沒有補 我覺得蠻意外的 但其實西班牙也是可以打馬的 而且他有遊想 所以本身打騎士就並不弱 但是他可能有思考到對方是孟家人 孟家人的本身身旅就有點比較強 本身自帶雙防三防 非常的硬 那如果自己出騎士的情況下 很容易被壓制住 好 不知道 這是我自己的猜測而已 那西班牙這邊也有可能只是單純 只是想用開農 所以沒有要去爆這個騎士 但如果你不爆騎士 先去前壓對手的話 很容易就會像這樣子 ACCM可以直接在你家門口的高地 直接蓋這個DK 工程器製造所蓋在你家門口 然後投車一出來 就可以炸你的工程器 或者是炸你的這個承認中心 會非常難受的 而且他有高地優勢 所以你只能進行一個被動的防守 那西班牙這邊打的就是有點偏微妙 但是他的一個優點就是 他自己經濟不會太差 這邊農天補下 而且還有城堡 那待會城堡 最好的位置就是蓋在TC前面這個地方 是最好的 那這邊要特別小心對方的投子車 如果要蓋這個位置的話 投車一定要特別注意 這邊換掉 欸不錯 這邊可以考慮下囉 OK 果然下到這個位置 有沒有 哎呀 搞什麼我們的思路都是這樣子的 為什麼蓋這個城堡最好 原因是因為 將他的投車一出來 很有可能一出來就被這個城堡射掉了 那他就會很小心翼翼的 花時間讓投子車移動 倒閉的地方 而且也沒有這個高地的優勢在 很容易就可以輕鬆解掉對手的投子車了 而且自己TC的農田附近 正門面也全部都可以守到 所以城堡蓋在TC旁邊 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你是處於劣勢的情況下 城堡就更不應該蓋在這個 家裡的高地裡 然後就外面用TC 可以扛這個投子車的傷害 這樣你會損失很多經濟 去秀於這個TC 導致你的經濟直接 遺落千丈 輸給對手 這個算是比較常見的一個 新手會犯的一個錯誤 就是城堡蓋得太裡面 這種情況還是要蓋的外面比較好 但是你在蓋這個城堡燒 要特別注意 你的頭算沒有打贏對方 如果你是沒有打贏對方的 攻城器的情況下 去硬蓋的話 你會送掉更多村民 這個是值得去主要注意的一個問題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孟加拉這邊村民來到74村 西班牙到79村 有沒有 這個就是我說西班牙這樣打 雖然兵不爛 經濟不會抄到哪裡去 但是軍事上 就會弱了一點點 那孟加拉人這邊是蠻爽的 因為他這邊移生十大 會直接給兩村的關係 所以本身孟加拉人上城堡時代 會領先四村 那到地龍時代 每個提示再多兩村 所以又有可能 你到地龍時代 村民又拉凱爾 這就是孟加拉的一個經濟 補陣的一個強勢的地方 那目前 NCCM有這個空圖的能力 他下面要瘋狂 要撿聖物 把聖物趕快撿一撿 直接拿到獅生物 直接鑽爛 直接鑽爛 黃金一直跳 吸叭 吸叭這邊打法 非常正常 直接開始出吸叭的征服者 那有吸叭之後 打對方的輕騎兵 就會好用一點 那這裡要趕快補下馬舅 要去點他這個跑速跟品種 不然吸叭現在被弱化 只有1防 然後血量又只有55滴血 打對方 戰毛兵跟弓兵 很容易被打爆的 而且孟加拉一定會打僧侶的 而且孟加拉一定會打僧侶的 僧侶國 玩3防油了 45滴血 那吸叭的話 就是很害怕僧侶這個單位的 這邊有看到僧侶 僧侶會上去嗎 長長兵到處跑 兩邊打偏龍 讓我有點意外 好 這邊西方點下帝王時代 可是他這個文明 應該是城堡趕快出西陣 然後跟對方打城堡 那如果跟 憋到跟對方打帝王的話 那是必要打遊俠 不打遊俠的話 會完全沒機會 因為西陣雖然傷害很高 但是他的弱點就是 害怕戰毛跟弓兵 然後對上 對方的攻城蟹也是沒什麼 太大的反擊之力 而且攻速慢 最大問題是他攻速太慢了 可能會射出對方的後期的弓兵射 或者是被對方的歧視或駱駝 撿上來 都是一個重傷的一個問題 好 這邊弓兵過來 本來想要蓋一個城堡 在這個高地位置 結果看到對方有哨戰 弓兵也過來做個壓制 這邊直接被換掉一隻西針 戰毛兵想要第一時間投死老頭 但老頭訪問太高 而且是高地 戰毛兵完全投不死僧侶 哈哈哈哈 鬼妙了 哇這個三防森嶺 兩戰毛就是這麼好用 他打一下森嶺只有兩滴血而已喔 這就是孟加拉 OPOP 好孟加拉這邊 轉出了品種跟耕種技術 那孟加拉人的肉碼 我記得只有到青旗兵馬 沒有大肉碼 所以他打肉碼線的話 其實沒有強到哪裡去 好孟加拉這邊會怎麼打呢 好西班牙果然在轉中裝騎士 好看是他要打遊俠的 一個味道啦 好黃金存到700多 這個黃金量可以點遊俠 當然食物不太夠 食物很缺 好這邊又抓到村民 蓋房子兩隻性騎兵直接抓包 這邊會直接低房子走嗎 還是直接走回家 好騎士出來 三防要好了 三防騎士遠防6 重裝騎士還有15秒 那這個時間點孟加拉人可能會比較難打 因為對方爆騎士的這一段時間 他自己的弓兵跟毛兵 然後青旗兵 是完全打不贏對手騎士爆的 那這邊要怎麼打呢 這邊是要打相公是不是 哇相公出來了 相公打騎士 但是其實還不賴喔 地沒有太差 欸本身這個相公喔 就有這個減傷效果 所以本身騎士打他的傷害也沒有到高光哪去 這個戰毛也是 孟加拉的大象就是混合鐵 有抗刀想能力又有減傷效果 而且點下派科技之後 這個聽說相公也可以吃到派的科技線 攻速的話又可以再加快一點 好再加上母子環安賢戰術 哇 孟加拉的馬功 真的是鬼啊 超級綜合體啊 但以單純攻速來說的話 好像是達羅皮圖是最快的吧 相公攻速比較快的一個路線 好 安賢戰術下還有這個化學 精銳相公三百滴血 攻擊一七加四十一攻 那西班牙這邊經濟好像不太夠 沒辦法點下來無瑕 雖然想要再上一次嗎 但相公三很高喔 其實這樣點射騎士也是受不太了 雖然有三防 但是相公三很高 後面城堡也是高地堡 這邊反擊效率很不錯 並沒有太差 雖然自己大象也是被換掉幾隻 但沒有很虧喔 反正覺得價值連城喔 一隻大象的肉量 其實可以扛住這麼多 騎士傷害已經很賺了 好點下了派 派點下了 攻速稍微再加速一下 0.4 攻擊Delay 0.4而已喔 非常快 好 那意思是先來一個正常打法 直接上這個高地 要來壓制門口 那西班牙這邊可以考慮把這個巨頭架起來 直接在這邊炸他的大象也可以喔 把對手逼出去這個高地喔 然後自己趕快把這個高地拿下來比較重要 但他現在斷石喔 如果他現在要挖石頭的話 要冒命喔 去挖這顆石頭 不然就是去挖野石 野石的部分在這裡喔 那就要看他有沒有 去注意到 自己的石頭已經斷石了 那像這種中後期的比賽喔 特別注意的事情 就是你的毛兵喔 到底要不要按這件事喔 那你自己出相公情況下 對方也會出戰毛兵去防守 那你自己不出毛兵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打回去喔 但是如果上高地的話 就另當別論了 高地太痛了 那我們之前有說到 相公最好的打法 就是出這個頭車 或是火炮 那我覺得頭石車喔 中頭以上會比較有效率一點 那如果要真的要打的話 就是要用大量遊俠喔 配上戰毛兵喔 去打 這更好 要解的更輕鬆一點 那你們看這些村民 想要去挖石頭 根本挖不起來 痛不下來阿 好 戰毛兵打一下 OK 戰毛兵打相公很痛喔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為什麼要搭遊俠 就是因為 給對手近戰壓力之外 後面的戰毛 也可以用最大的攻擊輸出 起碼這邊經濟沒有很好 看來這個科技給二十黃金的效果 到地龍時代真的是有跟沒有一樣 前期的三裝甲戰術還不錯 但是到了這個地龍時代之後 給二十黃金 感覺有點跟沒給一樣 很癢阿 這個經濟BUFF 很無感 好 那夢大家這邊可以 考慮轉一些生旅出來 去補一下這個大象的血量 畢竟自己有大聖佛教這個科技的話 可以省下這個生旅跟村民的 人口佔優術 自己就可以轉一些生旅喔 去補一下血量 是不錯的 但是這裡沒有按生旅喔 最直接的關係喔 只是單純沒有黃金而已 不然他應該是會按個幾次喔 喔有喔 後面有啦 剛剛沒有送掉的 那我覺得這邊相公有點 送太多了 這邊一直在站著A 雖然對手也是爽爽的飯 也是送很多騎士過去 給對方相公打 這就是祖鞋 補完鞋 還可以順便招搶一下對手騎士 相公配上生旅 這差的也沒錯 這就是夢家啦 我覺得還是撐不住喔 畢竟後面有巨型投司機 要砸這個大象也是可以砸一下的 哇這個西班牙的西針 直接被Full in住啦 剛剛遇到生旅果 孟加拉確實蠻康克西班牙人的 好 生旅開始進行他的補血戰術 前方坦克 後方奶媽 直接當RPG再玩 OK更多的相公走了出來 看戰毛對抗相公效果還是很好的 反正血量掉5塊 哇血虧 戰毛丟一丟就噴個500多滴血 所以打為什麼一定要配戰毛兵 就是這個原因 戰毛配遊俠 是解這一坨兵 最好的一個方法 後面還有繞幾隻到後面挖礦的村民很不錯 但這三隻勝率沒抓到 哇尷尬了 對你想要招嗎 沒有 天生女在跳恰恰不知道在幹嘛 家裡到處被鬧 ACCM正面好像慢慢打了回去 還OK 並沒有很差 那這次改版我真的蠻開心的 看到蠻多的一個步兵文明 都有加強 但目前我看有些高手現在在測試 所以都打了一下下了 對方就跳個game了 所以沒有看到比較特別的戰術 現在我們有戰術什麼 19匹肉麻 21匹小弓 或20匹小弓之類的 說不定之後我們會出現什麼 18匹裝甲 或是25匹直層裝甲 上常見兵之類的打法 然後再配軟甲之類的 我覺得寶加利亞是最有可能會出現這種打法 那我就很興奮 我不知道今天會不會就有人研發出來 這種特種 這種特殊的配置 可以給到對手極大的壓力之外 就可以在實戰中使用 就是我覺得 蠻期待的一件事情 哇很久沒有看到CD我 有這麼大型的改版 以前在2013年看到斯拉夫DLC出來的時候 我真的是被驚艷到 哇覺得這遊戲居然 還會改版 所以我就從2013年的HD版 玩到了現在 玩了10年了 哇真的覺得 老人 真的是老人 哇哇這個打不贏 哇這邊仿得很不錯欸 你看孟加拉 雖然家裡沒有相公回首 家裡基本上是用TC 加上自己的僧侶去招翔掉 這邊再配上這個印刷技術 加上這個僧侶的招翔射程 這個孟加拉ACCM打得非常漂亮 相公繼續給這命壓力 然後巨頭架起來開拆城堡 雖然城堡出來的時間偏晚 但是也沒辦法 對方剛剛一直在爆騎士的關係 所以這邊一定是需要靠一些大象 數量夠多的情況下 才有可能擋住 不然你巨頭一出來就是在送 而且對方還有巨頭優勢 很容易就會像這樣子 你架起來了 雖然對方有3巨頭或4巨頭 直接反砸 很容易就把你巨頭給砸爆了 然後城堡也拿不下來 而且騎士好一過來去硬解 就是我們昨天那部閃閃馬 對方清查那個影片一樣 就會一直瘋狂被對方的馬 其實還後面的巨頭 會很難受 所以ACCM一直是進攻原因 是這個原因 並不是他不想 可是現況真的是沒辦法 一定要等到他的相公數量夠多時候 像他2、30隻 就可以了 去打這個大象的一個潛壓能力 這邊還點一下霸權 那在單挑的時候 西班牙點一下霸權 通常是為了自己的村民的生存能力 而不是他的戰鬥能源 當然你要拿去拆建築物 或是打架也是可以 但大多數是為了他的生存能力而已 OK 大象那邊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呼呼 7220 這個大象7220 超多的 OK 6000多滴血量大象 直接在你城堡下面印堂傷害也沒問題 而且你遊俠一過來 後面還有聖流可以招響掉 非常的狠 這個戰術 重生到遊俠 有遊俠的相公 喔 被相公打還是很痛 很慘很慘 西班牙雖然這裡好一千多黃金 但是他怎麼繼續出大象 不是出遊俠嗎 感覺遊俠很快就被套完了 但ACCM也是有這個問題 大約黃金可能就快不夠了 好 KCCM還把這些招響掉的騎士喔 直接去叛逃 對方村民 好 那西班牙這邊 戰毛兵也是要繼續按 那還好 西班牙的戰毛兵跟這個級別 工坊都是全滿的喔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打垃圾兵不會太弱 就是沒有特殊能力喔 不像什麼阿茲阿 瑪雅 就是史拉或者王者四重 可以讓這些垃圾兵有這個特殊能力阿 如果有的話 這個才是真的很強 這個只能算是標配阿 標準配備 三公三保 的垃圾兵 好 下方這邊其實 要騷擾也是有點困難啦 那大家都知道雙線的重要性 但孟加這邊雙線打起來是真的比較困難一點 用七奇兵去打 還有可能被對方有小的反殺 嗯 那我覺得還是要去打充線 那現在七奇兵還是要派到前線 去反制一下對方戰毛兵 不然戰毛打這個大象還是有點痛苦 好這邊有小可以要來直接硬上巨頭嗎 現在三巨頭四巨頭 直接起來了起來 西班牙城堡喔 看來大事不妙 大概兩發三發 倒了 OK 這個果然倒了 沒城堡 西班牙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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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有650頭 但是應該來不及蓋 而且已經有一些遊俠 教人清洗病 再偷砍這件戰毛兵 正面遊俠數量也不夠多 ACCN後面還有 地獅森人在補血 大象 哇 直接遇到村民報名來打 巨頭死機 但是巨頭好像有點難受 相公打村民也是很痛 但攻速多快啊 這個相公 又痛又硬 又痛又硬 就跟我的一樣 就是這麼喜歡 這麼大的 單位 OK 那 西班牙這邊打錯了GG 這個戰術 打起來真的很舒服 專履搭配大象 西班牙這邊確實被削弱蠻多 但我覺得這邊有個細節 西班牙沒有打好 就是他沒有出他的傳教室啊 那他也有可能覺得是說 對方是孟家人也已經打生旅戰了 自己再去判這個生旅科技 可能會導致自己黃金不夠 遊俠出不起 然後直接輸掉比賽 這也是有可能的 那我覺得西班牙的話 沒有善用他這個招想的優勢 就是招想的射程優勢去打 跟對方打我覺得有點稍微可惜啊 畢竟他的招想範圍可以到13射程 那孟家的話只能到12而已喔 這個射程優勢是西班牙騎士有有利的 那這個局面喔 我覺得還是要善用森柳 然後在城堡下 進行去招想對方的相公 大家沒辦法繼續再做一個潛壓動作 然後毛鳴再繼續跟他換 其實喔 遊俠可以不用出這麼多 當預備兵就好 有機會喔 再去跟對方換 那對方真的出巨頭的話 火炮再出來解一下 應該是問題不大的 畢竟你自己有生率嘛 對方相公也不太那麼趕 直接上潛了 還有這個生率也是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OK 經濟狀況看起來是 兩邊都差不多 但是孟家人這邊黃金是 聖物五個 三千多黃金直接入袋 那雖然木頭有點少輸喔 但西班牙這邊打的就有點微妙 雖然他本身也是需要木頭 出點這個戰毛兵喔 但我覺得還是挖的有點太多了 那孟家這邊打的就很厲害了 這個轉出非常多農田 確實把這個木頭轉成肉量 可以轉出這麼多的大象來用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要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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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